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这个成语 讲的是战国末期 赵国大夫 令相如的故事 出自先情时期的史记 脸颇令相如烈传 中国姓史的第三个朝代 是周朝 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周游王魏伯包四一笑 烽火西朱吼后 被犬戎所杀 西周覆灭 西元前770年 周平王将京都耗尽 东千之洛邑 开始了东周时期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 历时500余年 在这期间 由于周王氏王道衰微 周天子没有能力 承担天下共主的责任 一遇到外族侵扰 就求助于那些强大的诸侯方国 于是各诸侯国就自居霸主 彼此争雄 也因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 此起彼伏 战场上兵戎相见 军营中运筹帷幄 外交上谋略交锋 局势跌宕变幻 风云人物层出不穷 给我们留下了大量 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 《完毕归兆》这个成语 就是关于战国时期 赵国的大夫令相如的一个典故 令相如的一生中 有三件事被载入了史册 《完毕归赵》 免职之慧和父亲请罪 战国末期 赵慧文王得到了一块 名贵的宝玉 和氏碧 秦昭王听说后 就派人送信给赵王 表示秦国愿意用十五座成石 来换取和氏币 这和氏币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值得秦昭相往 用十五座成石来换取呢 根据韩非子和氏的记载 楚人汴和在青山得到一块蒲玉 蒲玉就是未经加工的玉石 汴和捧着蒲玉 去进献给楚力王 楚力王派玉石匠人查看 结果玉石匠人说 这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楚力王听后大怒 以欺君之罪 砍下了汴和的左将 楚力王去世后 楚武王继位 汴和又捧着蒲玉去进献 楚武王又让玉石匠人看 结果玉石匠人又说 是块普通的石头 楚武王又以为汴和欺君 就砍下了他的右脚 楚武王去世后 楚文王继位 汴和就抱着蒲玉 在楚山脚下痛哭了三天三夜 泪水流干后 眼里流出了血 楚文王听说后 就派人去询问原因 便和说 天下被砍去双脚的人太多了 我并不是哭自己失去了双脚 而是哭 这西式珍宝 不被人认识 中军之人不被奖赏 反而无罪受刑辱 这才是我哭泣的原因啊 于是楚文王就命人抛开蒲玉 结果真的是一块西式之鱼啊 为了纪念变和 楚文王就将其命名为和氏璧 从此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传国质榜 话说赵惠文王接到楚昌王的书行后 很是为难 如果不给秦国这块玉吧 害怕秦国借死发兵来犯 如果给了这块玉吧 又怕被秦国欺骗 施了玉 却没有拿回十五座城市 被诸侯耻笑 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 宦官令妙贤 对赵惠文王说 我家有个叫令向如的门客 他致用双全 可以让他想想办法 赵惠文王就立即召见了令向如 问他 秦朝乡王用十五座城市 请求交换和氏币 能答应他吗 令向如说 秦国强 赵国弱 不能不答应 赵惠文王又问 如果秦朝乡王得了和氏币 却不给成义 怎么办呢 令向如说 秦国请求用城换币 赵国如不答应 赵国理亏 赵国给了币 而秦国不给成义 秦国理亏 所以宁可答应 让秦国承担理亏的责任 赵惠文王说 派谁做使臣和氏呢 令向如说 大王如果实在是无人可派 臣愿为赵国 护和氏币 抽使秦国 如果秦国给了成义 就把和氏币留下 如果秦国不给成义 我定将和氏币 王好无损地带回赵国 赵惠文王觉得令向如 旗帜周密 口才超群 于是就派遣他带上和氏币 悉行入秦 面见秦昭相王 当时秦昭相王见群雄争霸 风烟四起生灵土炭百姓悲苦 一直想要征服六国 一统天下让百姓免于战乱 于是摆饭居为相 采取远交进攻的策略 使秦国逐渐强盛起来 秦国与赵国接壤 理所当然 是秦昭相王想要兼并的诸侯国之一 秦昭相王在王宫里接近了令向如 令向如双手恭敬的把和氏币献上 秦昭相王接过和氏币 非常喜爱 欣赵王后不仅传给大臣们 还传给后宫妃子们看 令向如等了很久 也不见秦昭相王提起割让 十五座城池的事情 心想 看来这秦王根本就没有用 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币的诚意 于是他心生一计 缓步走上前去 对秦昭相王说 这块和氏币虽然看上去完美无瑕 其实是有一点小瑕疵的 让我指给大王看 秦昭相王一听 想也没想 就叫人把和氏币从后宫取回来 交给令向如 让她指出来看 等和氏币回到手上 令向如立刻后退了几步 以注而立 怒发冲冠地说 当初大王差人送信给赵王 说愿意用十五座城来换和氏币 赵国君臣担心 这是秦国骗人的话 可我没这么想 我说老百姓还讲心意呢 何况秦国这样的大国 而且为了一块碧玉 就是强大的秦国不高兴 也是不应该的 于是赵王就摘歇了五天 派我捧着和氏币 恭敬地拜送国书奉上 为什么 不就是表示敬意 尊重大国的威望吗 如今我来到贵国 大王却以一般礼节接见 非常傲慢 得到和氏币后 竟然传给姬妾们观看 来戏弄于我 我看大王根本就没有诚意 给赵王使我做成 所以我现在收回和氏币 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 我今天就人头与和氏币一起 撞碎在柱子上 说吧 令向如抱着和氏币 就要撞向亭柱 情招相往 怕他真把和氏币给撞碎了 赶紧向他道歉 请求他千万不要这样 随即招来主管官员 查看地图 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义 交割给赵国 令向如鼓起 清招相往这是虚情假意 根本不会给赵国成义 就对清招相往说 和氏币是天下公认的宝物 赵王惧怕贵国 不敢不献出来 赵王送币之前是摘戒了五天 如今大王也应摘戒五天 在殿堂上安排酒兵大典 我才敢谢上 清招相往觉得 强力夺取毕竟非王道所为 答应令向如一定摘戒五天 请令向如驻广城宾馆 令向如心想 清招相往虽然答应摘戒了 但必定会被约不给成义的 还是将和氏币悄悄送回赵国为好 于是就趁着这五天的缓冲时间 暗中派人将和氏币送回了赵国 这边清招相往摘戒五天后 在殿堂上安排了酒兵大典 等待赵国使者令向如献上和氏币 没想到令向如到后 却对清招相往说 秦国从木工以来 历经二十几位君主 从没有一个是坚守盟约的 我实在是怕被大王欺骗 对不起赵回文王 所以就派人将和氏币送回赵国了 况且秦国强大 赵国弱小 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 赵国就会立即把和氏币给送来的 以秦国的强大 先把十五座成义割让给赵国 赵国又怎么敢留下和氏币 而得罪大王呢 我知道欺君之罪 礼当被诛 我情愿下游锅被烹 只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三死 秦昭相往和秦臣听后 面面相去 精怪之声叠起 侍从中 有人要把令向如拉下去杀了 秦昭相往说 杀了令向如 也还是得不到和氏币啊 反而破坏了秦昭两国的交情 不如好好款待他 放他回赵国 赵惠文王难道会为了一块和氏币 而欺骗秦国吗 最终 秦昭相往 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令向如 完成大礼后 让他回赵国了 令向如回国后 赵惠文王认为他身为使臣 不受诸侯的欺辱 于是拜他为大夫 秦国没有把诚意给赵国 赵国也始终不给秦国和氏币 完毕归赵这个成语 就是从这个典故中演变而来的 比喻物归原主 这就是完毕归赵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 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